中正国小体育班成立三年以来展现亮眼成绩 目前体育班正在进行招生作业 报名时间为5月20号到22号 数科测验时间为27号 欢迎四年级升五年级 对角力篮球与田径运动有兴趣的同学 踊跃报名参加 中正国小体育班从106年成立至今已经有三年时间 目前体育班发展项目包含了角力篮球以及田径 三年下来展现亮眼成绩 中正国小校长徐晓佑表示 体育班拥有坚强的师资以及硬体训练设备 提供选手充足的资源 欢迎四年级升五年级的同学踊跃报名参加 培养运动专场 历年来我们在这三个项目的表现 孩子的成绩都非常好 我们本身也有专业的一些教练团 像我们角力老师教练 他本身就是国手 已经有连续七年获得全国赛的冠军的奖牌 所以我们的试试是非常优秀的 那另外在学校的设备方面 有关于体育训练这方面也都非常的完备 同学们认真地排练着戏剧 每个点子都是孩子们的倡议展现 担任五年级体育班导师的李佩山老师说 体育班的孩子并不是只擅长体育运动 其实不管在课业或是其他方面的才艺 表现也相当优异 而且即使同学们有时必须参与体育竞赛 但事后的课业辅导学校也相当重视 因此家长不需要担心 他们如果去比赛之后呢 老师就会特别帮他们加强 那平常的时候呢 因为班级的人数少 所以呢每一个小朋友其实都照顾得到 那以我的 我现在认课的是国语啊数学 这个部分呢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会利用课语的时间 比如说下课时间啊 或者是中午午休的时间 甚至有时候在课堂上 如果还有多一点点的时间 我们就会来定证 校长徐少佑指出 中正国小体育班报名日期为5月20号到22号 报名地点在学务处 招生项目包含了 角力篮球与田径 数科测验时间为 5月27号下午1点半 四年级升五年级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公告 在学校网站上 针对新北市 所有涉及在新北市的学生 四升五的孩子呢 只要对体育有兴趣 都可以来报名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虽然你之前可能没有一些 参与篮球啦 或田园这方面的训练的 也没有关系 只要你愿意 对体育有运动有兴趣 都可以来报名 想要报考体育班的学生 可以上中正国小网站 查询简章与相关资讯 或是向学务处洽询 记者生平成门棋 新店采访报道